在国家统计局刚刚公布的经济数据中 从关系的形式仍然是大家关注的交流 郭政务是今天没有继续走出反弹行程 很多投资者都在实际游戏油价开始回落 地产报告显示 很多地产企业的经验已经相当 在中三角地区 其中一部分中小企业 正在想办法解决他们遇到的困难 在今年的CGTV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当中 中国创造仍然是最重要的 大家晚上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谢盈盈 热钱屯兵香港带来了深港地下钱庄的繁荣 我们的节目对这些地下钱庄也是多次进行了报道 而今天我们来关注另外一个特殊的群体 水客 这些人也是深港地下钱庄的常客了 他们拿着大包小包 每天穿梭往来于港澳与内地之间 最多的一个人一天会往来三十多次 这些水客们到底在做什么 这个特殊的群体到底规模有多大呢 我们到深圳去看一下 在澳门靠近珠海拱北口岸的大街小巷 每天都可以见到这样的场景 有这样一群人 要么用小车拖着箱子 要么拎着大包小包 蚂蚁搬家似的穿梭于两地 而这样的场景在香港与深圳通关的罗湖和黄港口岸 也在每天上演 他们被俗称为水客 水客这个名称来源于水货 以前指出海的海员携带少量物品到外部出售赚在外快 而现在水客则主要指经常以逃避关税赚取差价为目的的走私者 特别是在内地香港和澳门之间 水客的势头近些年可谓愈演愈烈 造成的危害也是越来越大 画面上就是近日在深圳罗湖黄港关口 以及珠海拱北关口边检口岸现场发生的 水客暴力对抗海关执法的视频监控录像 水客之猖獗可见一斑 有水客的这个头啊 把我们一个扑克长这么大个的 打在地上 肤子两个弄在地上打 打停往中之下 位于珠海的拱北口岸 深圳的罗湖黄港口岸 是全国监管近出境旅客最多的三个陆路口岸 日均近出境旅客在二十万人字以上 这三半个大工法 大给多钱 一乡来 去水客头那里去拿了货 然后带过来 然后在这里卖出去 赚十四块钱 十五块 占一箱 赚十五块钱 对 这一箱都是十块钱 奶粉 奶粉是十块钱一罐 十五块钱一包 总共是三十二十五十六十四 尽管海关工作人员实行三班岛轮流来执勤 但是面对预见增长的庞大客流量仍然力不从心 因此在口岸通关现场 甚至时常能够看到这样大批水客为了逃避检查集体冲关的情况 你冲到外面去的那种啊 我们抓回来也没有办法 也只能是该方法该该增增其他没有什么方法 我们每个班次是十八个人左右 面对旅客大概五万年 海关集资人员根据监测发现 深圳的口岸约有职业水客五千余人 珠海拱北口岸约有职业水客三千余人 深圳海关查获的案件中可以看到 水客进出境次数每天可以超过三十次 而拱北海关查获的水客 有的进出境次数竟然最多达到了五十二次 按照平均每人每天进出境三次算 那么深圳珠海两地关口的八千余米水客 每天出入境就达二点四万次 在这些水客给正常旅客造成巨大通关压力的同时 给我国的经济秩序又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这个不完全统计啊 我们尽管我们这个查获的案件和平均的情况 测算根据这样啊 应该是超过了几十亿 如果说是带了这个这个一段时间啊 它是时期不一样 带了这个高档消费品多 上百亿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出现在我们镜头里的这些水客们呢 看上去是貌不惊人 很多时候他们携带的走私品也是五花八门的 就连像饮料奶粉 衣物这些日常用品也记录他们的走私名单了 但他们的走私的数量却达到一个惊人的水平 显然在这些水客背后存在一个庞大的网络和市场 那么又是谁在操动这一切呢 我们来更深入的了解一下 香港地铁的上水站距离深圳罗湖黄港口外 只有一站之距 也正是由于交通便捷 这一地带变成了水客们常年走私的货源地 这些大量沿街堆放 等待派发出售的走私货物 大到奢侈品 电子产品 小到一罐奶粉 一箱红牛饮料 都不会被水客们轻易放过 记者从海关总署了解到 水客走私物品主要为体积小 价值大 科技含量高 或品牌价值大 市场紧俏的应税商品 此外 也包括毒品货币等非税物品 不久前 记者在深圳罗湖口湾的调查中发现 大量水客携带大笔现金 每天往返的事件 时有发生 据海关总署统计 2008年至2009年 深圳拱北海关各口岸 共计验放进出境旅客 5.5亿人次 查获各类水客违法事件 36.8万起 有时候能够看见年轻面孔的水客 不过通常情况下 每天往返两地的水客 则以港澳当地年龄 较大的老年人和家庭妇女为主 他们每次携带着少量的生活用品 每天多次入境 靠赚取两地商品的差价为深 这其中就出现了零散水客和职业水客之分 通常职业水客拥有一个水客头目 负负责将这些货物派发给水客 并开出票据 等通关交货后 水客才可以平票获取代工费 就向水带到神圳调查 他刚刚已经走了两次了 刚刚走了两次 他说走完这趟就回澳门工作上班 然而常常令海关人员棘手的是 有些水客为了避开海关的检查 经常主动为正常过关的旅客 搬运沉重的行李 以此为由门混过关 其中更有甚者会利用各种理由 博得游客的信任 并利用游客的护账额度 来购买免税烟酒 而目前如何更好的区分和治理水客 仍然存在疑问 我们现在在法律方面 这个规定来讲话 把水客和普通旅客 这个这个违法进行 是作为一个标准的 这个还是不利益治理水客 而此外 有些持多次往返商务签证 和自由行的内地居民和境内劳工 也会受利益驱动 从而加入到水客的行列 然而他们所能够获得的 也只是少量的跑腿费 更多的利润 则是由水客头目和货组分割了 洛基亚手机 在香港市面价格 是在1600块钱到1700块钱港币左右 水客头组织水客 走私水客从中获利 大概是每部15块钱港币左右 水客头它自己收获取的利润 在15到20块钱左右 这个货物交给水客头之后 在通过货组流入市场的价格 大概是在2000到2000左右 这中间 那个货组能够获取利益 大概是在500到700块钱左右 尽管每次分到的这杯羹并不庞大 但为什么还是会有如此多的人 对这个行业趋之若鹿呢 记者了解到事实上 根据商品价值的不同 水客每次的代工费 也会从10来元到100多元不等 这样一个月下来 不少原本在港澳处于失业状态的水客 月收入也能达到5000元 个别的还能达到1万元 他们每年至少造成几十亿的关税的损失 而且还可能带来更大的危害 但是他们在违法方面需要付出的成本是多少 比方说他们一旦被装获之后 他们需要付出什么 我们现在在法律方面 还对这方面没有做专门规定 还是比较之后 那么从普通现场来讲话 对于一个水客 他超量携带物品 你比如说他带了两条烟超量的 我们插了他也回来 按照现在的海关规定 是征税或者退运 但是征税还是退运 由旅客来选择 那么大多数的水客被查到以后 仅仅是做退运处理 退运对他意味着什么 没有任何损失 他仅仅是这一次带工分没有了 但是他的货物没有受损失 他出去以后马上又给他带进来 他把货物领走 又换个方式又带进来 交给另外一个人又带进来 这样他一天进出几十次 其实隐藏在这些水客背后 还有一张无形的走私网 他们横跨港澳和内地 一头供货 一头收货 我们能看到的水客呢 只不过是给他们充当着走私工具 化整为零 钻法律和监管的空子 那么这些货物被水客们带进内地之后 又是怎么样流入市场 完成整个走私流程的呢 一分钟广告之后 请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欢迎回来 前面我们了解到了水客这个灰色的职业 一般来说是给走私团伙充当水客 都是一些普通的居民和劳工 您别看他们每次只能靠手提肩扛 携带的走私物品的数量不多 但是就是靠着人数上的优势 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走私已经形成了一种地下产业 这个产业的规模和影响力到底有多大 这些水货又会流向哪呢 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 水客的活动究竟有多么猖獗 记者在深圳海关罗湖口外 旅检通道外进行了实地调查 在不足半天的时间内 记者发现 海关现场查获的水客携带入境的部分水货 已经堆积如山 而据当地海关人员介绍 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通常情况下 一千名水客一天之内就能搬空两个集装箱 据了解 在深圳罗湖黄港口岸 以及珠海拱北口岸内测地带 已经形成了接收走私货物的集散地 这里大量的收货点 以及水货店 可以说是随处可见 甚至出现水客排着队 追着水客头收货的现象 香港有个供货商 在交给香港的水客头 组织水客自私通关 通关之后 境内有收货人 在收货人收货之后 再交给国内的货主 再由货主流入国内市场 那么这些水货被带进国内后 流向哪里呢 在曾经一度被称为 中国电子第一阶的深圳滑墙北路 记者找到了这个大型的水货集散地 在这里可以看到 不到1.5平方公里的商业区沿街的经营商铺就超过700家 光从业人员就有近10万 每天的客流量都保持在30万到50万人 而水货大东先集中到这里再往外发 以最新的四代苹果手机为例 16G版本 内地的售价最低为5999元 而这里的水货只要5340元 而且商户表示香港已经赚货 因为大部分的货都已经由水客集中到了这里的商户手工 而一位商户更是直言不讳地向记者证明自己的实力 而水货也经由各种渠道迅速蔓延至全国 以北京的中关村为例 这里经营水货的商户对于货源信心满满 不会有问题 你想看这边国外直接过来的 然后咱们少交了一个关税 所以把那个价格压下来了 给客户便宜了 你说是不是啊 华强北市场 这是一个很有名市场 我们当时进行了案发 很多走私进来的水货最后都在那里集中 最后批发到全国各地 最近我们内陆海关 像沈安海关 杭州海关 也查获了大量的从深圳走私进进的水客带进来的一些走私的物品 最后查的源头最后都是从华强北批发出去 你既然都知道华强北存在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个地方为什么还存在了那么多年 这个有市场管理方面问题 也有很多因素 当然这个也引起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的高度中市 也采取了相当多的措施 我们现在工商部门现在这个执法的力度和法律预计也有一个需要改进和调整的过程 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 随着内地与港澳地区往来增多就开始出现了水客这个行当了 经过二十多年的演变 水客已经从当初的个体零星走私 日益朝着职业化网络化集团化走私发展 怎么样才能够遏制猖獗的水客走私 防止港澳与内地的通关口岸变成走私通道呢 我们来看看今年破获的一起水客走私大案 2010年5月 龚北海关集资局收到宪报 香港人刘某 内地居民张某等为首的水客团伙 正在进行手机游戏机等电子产品走私 且数量巨大 比如说到这个电子产品市场啊 进行了这个磨牌 那么在磨牌工作当中 我们发现那个市场上 对这些游戏机啊 在销售上是非常火爆的 这个量非常大 完全是超过我们这个海关所掌握的数据 所以我们当时就怀疑 确实有这么一个团伙 在走私这个游戏经济 在经过两个多月的秘密侦查之后 集资人员发现 该团伙正是利用揽货商在境外组织货源 分包给多个水客头子 在分到单个水客手中化整围灵之后 以人身藏匿 行李藏匿等方式偷运过关 并在境内收齐货物 吉林围整之后 再进行分销 8月5日 宫北海关在珠海深圳 广州上海等地 同时实施抓捕行动 当场抓获团伙主要成员30多人 并查扣了大批走私货物 以及关键单证 账册等证据 我们了解到我们现场的水客走私电子产品 明显减少 第二 也方便了正常理科的通关 第三 我们也了解到我们国内相应的电子产品的价格逐步回归正常 我们也大大舒服了一口气 现在从我们查获的案件看 水客走私有一个逐步向集团化发展 专业化集团化发展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 自打击水客走私专项行动首月以来 深圳拱北海关立案查办水客走私违规案件 939起 案值4987.5万元 涉税501.32万元 查扣红酒香烟 电子产品 反动书刊 货币等涉案物品一批 海关总署集资局副局长朱峰向记者透露 目前水客走私的每个环节的分工 都非常严密 而这些水客走私团伙的特点 都是幕后有大老板 操作就在香港 由他先找到一些水客头 谈好价钱 再由水客头带来更多的水客 而往往上一个环节 与下一个环节的人并不认识 这就形成了一条严密的利益链条 有些涉案金额巨大 在08年我们的一个 8703行动中 在珠海客湾 打到一个走私 手机的那么一个水客团伙 最后案子查了清点的结果 这个团伙在两年时间内 走私进口了 就通过水客走私进口了 带的手机高达520万部 这仅仅是一个团伙 案件的价值高达78亿人民币 漏税达7亿多 另据海关总署消息 近日深圳海关在罗湖口岸也采取了行动 打击了一个走私钻石的团伙 现在已经缴获钻石700多例 自今年3月以来团伙整体走私的价值超过2个亿 然而对于个体职业水客而言 由于他们往往只是走私集团的代工 所以便无法从法律和利益上 对其进行彻底制裁 而恰恰相反的是 海关在进行打击水客走私的专项行动中 却激怒了不少水客 甚至招致水客的各种报复 面对着水客的有恃无恐 要堵住这个走私通道 任重而道远 如果把这个比喻成是一个猫捉老鼠的游戏的话 现在老鼠的胆肉比闹肉大 是有这种情况 当然这种情况 我们也在和口岸相关部门加强联系 采取相关措施来尽量减少防止这种现象发生 我想的话 把打击水客和广大多数旅客的正常通关 要很好的统筹起来考虑 不能因为加大了打击水客力度 使广大旅客正常通关受到影响 这是我们海关在考虑这个问题一个基本出发点 因此我们认为比较有效的方法 是要把水客尽量从广大正常通关的旅客中间能够分流出来 这是解决我们海关打击水客走势的一个根本之策 但是这个问题需要从证件管理方面入手 那么这需要我们可观相关部门的配合 光管海关一家 我们还是很难做到 那么这方面工作 我们也希望得到正在和有关部门的协商 也同时也希望得到有关部门的理解和支持 共同来关好这件事情 通过采取这些措施之后 在深圳和珠海这个地方完全消灭水客是有可能的吗 消灭水客我想完全制止 让它不存在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难 但是使它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使它对正常的进出境的影响 降到最小程度 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虽然大多数人对于水客了解的不多 但是水货我想大家一定都听说过了 甚至还是有不少人买过 不起眼的水客呢 对国家正常经营秩序的冲击究竟有多大 仅从这一点就可见一斑 水客现象长期存在愈演愈烈 依赖两个必要条件 一个就是内地庞大的市场需求 第二是港澳与内地繁忙的通关口岸 客观地说 打击水客走私 仅仅靠海关一个部门在口岸 严防死守还显得有些被动 也受到一些现实环境的制约 真正消除水客现象 还必须加强对于内地市场的监管 让水货没有藏身之地 让走私利益链变得无力可图 水客们才会彻底的离开 这样的视线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感谢您的收看 您可以登陆我们栏目的百度贴吧 来进行互动讨论 或者有什么样好的线索和建议呢 都可以发到我们的栏目QQ号 83083 稍后请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 中央电视台财经营